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这次的年末双卡机 已经是确定剧场版联动第四单 Mr.Gohan跟Orangy Piccolo各自是一个 各卡机的大奖了嘛 这次就打算来做个双卡机的注目猜想啦 然后到时候再来看看一下准确的什么样子 这边的话在过往 年末双卡机来说 都是7到8个注目啦 因为他们是U奥卡嘛 可是这一次的卡机因为双限定都是L奥的关系 我觉得那个卡机的注目数量官方应该会把它给提高到10张 就跟全球活动还有剧场版活动一样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分散掉那个我们中大奖的激励啦 我觉得官方是会这么搞啦 如果没有维持在8张的话 我是觉得是最棒的啦 然后在这边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一次 因为已经联系两年的年末双卡机没有副奖了 可是这一次的话我觉得有副奖的可能性是非常高啦 尤其是今天 官方的推特那边就有放出 攀降的一个 算是宣传啦 的那个影片 然后攀降已经是有出场了 所以我觉得攀降作为副卡 登陆的可能性是非常高啦 然后 攀降的话我觉得他会跟着悟犯一起啦 然后比克那边的话有三个角色的可能性啦 黑豆博士 然后布马 最后就是 合体失败的污天克斯 这三张 这个属性官大家随便看就好啦 我也是随便 随便安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配起来比较好看 跟 正师的属性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大家看看就算 嗯 然后这个是 我觉得可能会有的啦 比克这边作为副奖存在啦 嗯 好那么这边的话就是 双卡机 他们的分类 大奖跟副奖 乌范跟盘奖 然后比克 那三张 随意 三显意 这样子 那么在 正式说我个人确定的那个 应该说我个人自己意测的那个双卡机之前 大家先来看这张图啦 里面的角色其实是相当多啦 左右 各有12张嘛他们底下 这些都是我觉得 比较有可能会进入卡机的角色啦 嗯 相当大可能性啦 然后在 7周年的 双大奖这边啦 我主要考量的就是官方明年 为了8周年那个 卡机 作为卡机注目来讲的话 可能这一次应该不太会把它放进 这个注目里面啦 但是可能性还是有的啦 再来就是5周年的这个双大奖啦 6周年的话 今年联系两次大活动 他都有复刻 当然也是有可能 不过这边我就觉得 可能性可能偏低一些 再来的话 按照往年的年末双卡机啦 气息的Lout 都有机会放进去 所以来到今年的话我觉得 季双人跟体蓝双人啦 这两张 因为范田兄弟的话是 2019年的了 然后所以这次 因为季双人出来的关系 就是轮到季双人给他们一个机会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跟我们的 Gohan这部剧场版里面 比较有大关系的 宿泛 跟资赛 因为 这一次的对接 也是来自他们两位嘛 就是这样子 然后在 U-out方面的话 我是觉得 1号跟2号 登场的可能性 是相当大啦 虽然说可能他们的复刻的时机有点快 因为10页尾才刚出卡机 12页就复刻 可是那个卡机出来的点啦 是在 一个很特殊的环境下 出来的东西 就是Extra开出来的卡机 所以他也没有一个固定他们会 复刻的时机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作为复刻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是蛮大的 然后再来就是去年的年末卡机的 小浦 跟 超二悟空 这两张的话我觉得也是 大概率啦 80%左右应该是 会进到卡机内 嗯 然后再看回这个比较集中在中间这一边的 黄金周 今年黄金周 2022年的黄金周 交替悟空 跟 变成赛鲁 这两张的话 按照往年的情况来说 也是有机会跟他摆进去 然后他们两位啦 还蛮MAX主题的 就跟苏乌范跟资赛鲁同样的道理 因为都是乌范对赛鲁这样子的感觉啦 至于 前年的 年末双卡机 往年的那个经历来说的话 有这样子做过 但是 不太好说 我觉得有可能性 但是可能性 没到那么大 嗯 然后最后一排的 黄金周 2021黄金周 双雄的话 然后 我从 往往年的 卡机来看 基本上 可能性会非常大 很常会把 前一年的黄金周 塞在 今年的那个 正年的那个 年末双卡机内 所以这两张 我觉得是 还蛮大机力 会被 被装进去的啦 GT小悟空 跟 GT超赛鲁 然后 他们各自 旁边的 这个年末 4年前的 聚场版 联动 出来的 GT大跟 布罗利 可能性有是 因为啦 同样都是 巨场版联动 出来的卡机 而且都是 黏霸酸卡式 所以被丢进来的 可能性是相当高 尤其是在 加码 1号 2号的卡机 出来的时候 这张布罗利 其实是有在里面的 所以 GT大跟 布罗利 被安进卡机内 相当有可能性啦 至于会不会出 我们也 不好说 不过我觉得 是有机会的啦 不过 如果可以的话 不要啦 狗鸡大我才已经夺出来了 虽然说 布罗利 我还 没有开购 周术 但是就 就 我还是不要啦 OK 然后剩下的两张 就是比较 一般闪的 单卡 这样子 雾范跟 比克 我觉得是还蛮 大可能性 然后另外一张的 提数的是 雾天小特 跟 剧场版内 有稍微一点点的关系 然后也是 处置去年 前年之类的卡 因为偶尔都会有一些闪闪的卡被装进来这个样子啦 这些卡是我认为都有机会进入这个卡机的啦 至于是怎么个样子的话 不好说 那么这边是我个人猜想可能会进 然后 接下来就 我个人 比较选出来的啦 我个人挑出来的 有些卡可能没有在这边跟大家展现到 然后我华语官方也会 塞进去 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这边大家看完就算啦 那么 接下来就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性的啦 就是 大奖付卡再加上另外的8张注目 OK就是这个样子啦 7周年我觉得很大的可能性是不会进入卡机内啦 最主要就是要留到给8周年来做注目 增加他的 增加人们抽卡的那个意愿啦 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年末爽卡机已经出到这么high了 8周年怎样也是要留一点 除非官方做战力通膨 这个点我们没办法讲啦 会更吸引人抽 不然的话 在挑选角色的情况下 不管任何角色啦 其实在人气上面 大概也就是持平 或者稍微高一点 或低一点 这样子 所以7周年双大奖加就进去的话 会增加大家抽卡的意愿吧 我是个人这样子来想 所以我就觉得 7周年可能会被拿掉 然后这边5周年登场的机会会高 然后气息的就是 就是体栏双人跟季双人 然后 全球活动的那个 树木范跟 芝赛鲁 当然那个 去年的 全球活动角色啦 也是有一丁点的可能性啦 但是就 今年复刻的次数 其实还蛮多 全球活动好像也是有复刻过的一次 所以我觉得 登场的可能性 应该不那么大 所以 符合主题的这个 树木范跟芝赛鲁 我觉得 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啦 然后1号2号 就不用说啦 刚才解释过 然后年末的那两张也不用说 还有就是 其实大部分都没有什么特别解释 因为刚才已经讲过了吧 然后这边比较特别突出 刚才没有讲过的就是 自数的未来范 跟MVP17号啦 未来范主要就是因为 物范系列的角色啦 这个就很简单 然后MVP17号的话 因为我想说啦 他是属于人造人间这个类别的大前辈啦 不管是对1号2号还是赛罗来说 他算是蛮早就出来的 当然还有一张是小棒他们那也更早啦 只是讲在这边比较展示他们恐怖威力的 大概就是17号这边 然后官方偶尔也会塞一些 莫名其妙的卡进去 我觉得17号的可能性是会有的 要不然就是合体13号 这个就是我这一次啦 对于我们年末爽卡机的卡机依测啦 是主要LUX多的成绩是这边 所以就 看看官方到时候会怎样 老师就以这两个卡机来说啦 我觉得LU的部分其实还蛮让人害怕的 除了他讲之外的LU另外三张啦 卡机内另外三张的LU都蛮可怕的 至于UU方面啦 我就觉得还蛮优秀的啦 打底来说 黄金周 1号 或者2号 然后 去年的年末 这几张都是很强的卡 嗯然后只是剩下的就比较 要瘦一点 可是 我是觉得啦 这样子的卡机分布来说就还蛮 蛮符合 喷带会触卡的这样子 这么说 会塞一些很多人已经面临的那种 踩到爆的情况 然后新卡又特别有吸引力 尤其是新卡特别有吸引力的时候啦 卡机的注目 会特别烂 你看看气息的那一个卡机就好啦 大奖真的是很吸引人 可是注目真的是要求烂 真的是很要求 所以就是 现在这样子的情况来看我觉得 卡机的可能性大概这样子啦 如果是霸张 霸张注目的情况下啦 可能会是 少掉一张LU 跟 今年的黄金周 的那个 对 今年黄金周的那两张 可能会被 被拿掉 然后少掉的 LU 我觉得就是 全球活动的两张啦 我觉得因为按一个周年跟一个气息 全球的话可能会被拿掉 这个是我自己的考量啦 大家对于卡机方面的话 有没有什么想法 应该是 越强越好啦 里面的那个注目 越吸引人越棒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花的龙丝效益会更好 不过这边就是 我大致上考量得出来的最后结果啦 等到时候 官方正式的把卡机开出来了 应该是在28号啦 正式开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 你想是怎么个样子啦 OK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 也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见 那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